香港人是很公道的 他們努力做的工作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會看到 有一個我覺得真的很特別 令我很印象深刻的時候 我自己看到醫護人員 怎樣對這些病人 有些婆婆不是那麼容易相處 你看到她們說的話 或者可能老人家的問題 或者真的在病裡面影響了情緒 其實可能用一般人來說 都覺得她麻煩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去看 但是我接觸到很多 去處理這些婆婆的醫護人員 有些護士 有些病房助理 我真的眼界大開 因為我覺得她對著婆婆 她就好像對著一個小朋友 很多時候我想現實世界 甚至你對家人 家裏一些老人家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你都未必會處理得那麼好 所以這次的印象我就很深 醫護呢 我看到她們走來走去 每天 就是由早到晚 她們的時鐘和我們的時鐘 好像不一樣 我們半夜就休息 但是半夜她們仍然有活動 她們都真的很忙 我覺得互相在各自的情況下 令到溝通沒有那麼好 而有些誤會產生 我想第一個感覺 如果說可以幫到手 其實我覺得心態的調整 都是很重要 病人就不要起初進去的時候 覺得醫護是壞人 而且醫護也會抱著一個心態 不是我們每次都 病人說每次都想投訴你 而她當時真的處於一個很弱勢 很無助 很需要幫忙 你知道有病痛也是辛苦 我覺得用一個體諒的心態去 如果我覺得兩邊 調整了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覺得溝通會好 可能有時間 你說社會有一些說話 有些批評 可能令到醫護人員 覺得有些沮喪 但是歸根究底 其實大家都是想 怎樣做得好一點 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說話 其實你做的事是沒有白費的 總是有人看到 而他會默默記載在心裏面